一四年的秋天 秋高气爽 硕果累累 我妈刚煮了一碗羊肉汤 热腾腾腾腾 我就准备再喝嘛 哎呀 真香 准备喝的时候 来电话啦 因为这两天我经常接到电话 什么呀 请恭喜你 把我拿的电话以中奖 然后我就这样 本来我要给他吓唬吓唬他 在你的心上 自由地飞翔叮咚 我说喂 对面说 喂 你赵美容吗 我说对呀 他说你好 我们是陆川导演 鬼吹灯剧组的 我说啊 什么事 他说想请你来拍电影 你意下如何 我说我可以忙 再喝羊肉汤 没时间 给他扣了 然后我就不理他 我就想着百分之不过打了 我就卸着再喝喝汤 哎呀 今天很好喝 然后突然自然又来电话了 在你的心上 自由地飞翔 哎呀 还是这小子 挺执着呀 散烂的星光 永恒的场 一定要训斥训斥的 知道我的力 对呢 我就叮咚 我说小伙子 你不要再打电话了 你知道吗 你再给我打电话 你再给我举报你 110直接把你家 给老公一端了 听到没有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所以我就想 不可能再打电话了 是不是 然后我就接着 安心的喝着羊肉汤 真的这个时候 在你的心上 哎呀 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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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跟我说话 他说赵美容 别激动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我们是陆川导演 鬼车能剧组的 难道你不认识陆川 陆川 不认识啊 你不知道他排队 耐尼耐尼耐尼 可喜利吗 我不知道 那好吧 那你打听打听 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认识的 你考虑后再给我回电话 如果考虑不好 就不用给我回电话 前面就要马号 再见 呦 把这电话给扣了 我早就起上激动 那你想了想 换意是真的怎么办 那打听打听 就打听打听呗 哎 我就想想想想想想 还记得像当年 我给村长加油的导演 回家打电话 叮咚 我说导演 我这村花 我说村花什么事情 导演想问你个事 你认识陆川吗 他认识啊 什么事 我说导演 陆川小韩 我去拍电影呢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好事 村花 因为他拍了 南京南京科西里 呦 一听到这 给刚才那小伙子 说的吻合了 我小孩妈 真的是一个人吗 我要火了吗 我要放电视了吗 这就怎么可能呢 我就感觉当时 是不是做梦呢 我就卡啦一下 你要摟一下 哎呀妈 真疼啊 是真的 然后我就想 抓紧实现 加微信啊 上面写着 陆川剧组 哎呀妈呀 我怎么说话呢 还骂他吗 不可能了 我要镇定 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就说 天呐 导演 我是村花 刚才有所冒犯 请多担 等一会儿 叮咚回过来了 导演说 村花你好 我现在拍摄 陆陆续续很顺利 所以呢他就把拍摄现场 还有剧本 还有一些什么灯光啊 发过来一遍 后来还要了我的身份证 他说村花如果你考虑好 把你身份证给我 我给你订火车票 我说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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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他真的过地了 一星期之后 我就看着我的麻袋 坐着火车 一路杀到了北京 谢谢你 我好啊